這邊這個姊姊好像很厲害喔 偷偷觀察 像是這個古樹的話呢 它上面不是有釘那個 釘這個牌子嗎 對吧 它上面是寫五代十國 約一千一百年前 的時候的這棵樹 見證了多少歷史 每次到了這些歷史建築的一些地方 或者說有 可以看到這些古樹 就心裡都是還蠻觸動的 這種內心的這種激動很難用言語去表達 我覺得就是 你很難想像說這棵古樹在 就這一個 410年來 如果有眼睛的話 他經歷過的 看到過的 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情景 人都已經好幾代了 對不對 就是我是從福建 金浦到台灣的第九代 第一代去台灣的時候 這個樹就在了 今天要去的是這裡 日潭公園 我們來看一下日潭的公園簡介吧 它是始於明家境九年 那時候主要是用來太陽的祭祀 前後跟那個天潭公園還有地潭公園 好像都差不多是家境時代的時候去建造的 前面就是拜天拜地 拜太陽拜月亮 就是各種拜 北京這邊的這些老一點的這些祭祀的地方 據說都會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去修整的 因為他那時候不是 時代的變遷嘛 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修整的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簡介喔 原本它是叫日潭 後來呢 又把它就是增加一些綠化吧 然後變成日潭公園 開放的時間好像是2006年的時候開放 然後這個位置是一進門口 往東走一點點 這邊有一個玩水的吧 去這邊看看啊 有一個售票處 這邊還能釣魚 原來剛剛那些人在那邊釣這個魚是 可以的 釣一個小時50塊錢 然後可以在這邊採這個進去裡面玩 我剛剛就想說過來這邊 有好多家長帶著孩子在這邊釣魚的 我就想說這個公園 好像以前都沒有在北京這邊公園裡面看過 人家可以讓人釣魚 神奇 我們現在走回這個主道上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就是 在這個南門往北的這條路上呢 有人在 拿這個 就是 應該是列式 表演練習吧 這個表演練習的這個項目呢 在台灣是比較少一點的 這邊這個姐姐好像很厲害喔 偷偷偷偷觀察 這個公園是免費開放的 像是天壇公園的話呢 它是要收10塊錢那樣的 這個公園是免費的 基本上這個公園一進來都是比較平的 也沒有特殊的那種 起坡的 這邊就有一個古樹啦 像是這種天壇公園 地壇公園 這個日壇都有這個古樹啊 明朝的 大概是410年吧 哇 見證了歷史的這棵樹 是不是 日壇公園現有的古樹 是4棵 不規則分佈在古建築群之間 然後呢 他們這些 邀件呢 大家都會給他盯一個那個 古牌子 那他說呢那個一級古樹 主要是在300年以上 像是這個古樹的話呢 它上面不是有盯那個 盯這個牌子嗎 對吧 它上面是寫五代十國 約1100年前 的時候 的這棵樹 見證了多少歷史 遠一點去拍攝 這個是九龍柏 應該是人家給他取的一個名字 其實它就是個柏樹 這個九龍柏邊上這邊 就是一個祭祀的 壇 是清明兩代皇帝 美逢春分 專祭大明之神啊 太陽神的地方 這裡 就是以前 明清兩代皇帝 在春分十節祭祀的一個地方 我剛剛已經走過 走過去了 現在為了要盡可能的去拍攝他的 外觀吧 景象 然後我又往外面走一點 因為我帶的就是手機嘛 這裡面 看起來是 比較 舊一點吧 但是我感覺 應該還是會有人在裡面維護的 要是這種沒有維護的話 那個地上那個磚 縫裡面草全都會長出來 那像是天壇公園的話呢 也有一個就是祭祀的一個壇 反正呢就是 古代皇帝祭祀的時候都會準備 蓋一個圓圓的 或者是方方的這種廣場 然後在裡面什麼 說一些什麼 什麼 要怎麼樣怎麼樣的啊 喊口號之類的 剛剛說喊口號只是開玩笑的 這種祭祀的這種情況呢 只會還是要莊嚴肅木的 呃去 去 旅行 心裡的這些宗教信仰 啊 跟 所謂的神奇 去 做一個溝通 或者是請求 然後像是這種 呃 宗教信仰的話呢 我在台灣的時候也是有 家長會帶我們去 呃 去拜拜 然後現在走到他的 應該算是北側吧 然後這邊就好多古樹 這只要是 有把它圍起來的 基本上都是古樹 我覺得是蠻神奇的喔 嗯 在這附近的 居住的居民呢 這個公園 是免費開放可以進來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旁邊 喔 倒著走啊 這邊就是古樹 各種古樹喔 然後 再過去一點 這裡是一個 休閒的運動場 是不是 剛剛這邊走過來就是啦 好多這個 市民 在這邊玩 大家很喜歡打乒乓球 很多地方都有這種乒乓球桌 乒乓球桌在台灣是稍微少一點的 要找乒乓球桌得去 得去什麼地下室啊 去地下室找 然後在北京這邊的話 基本上很多都是露天的 乒乓球桌 很多人在這邊做運動 是不是 從南門進來 沿著東側 走走走 到這邊來 這邊就是北門啦 這邊就是北面啦 其實這個公園呢 說實在的是 挺小的 不是很大喔 外面有一圈 步行的道 讓大家在這邊 見走 跑步 很多人都是在這邊這樣 繞一圈 繞這個天壇 公園的外城牆的這一圈 在裡面活動 錯過這個建築了 這個是鐘樓 這個 都不讓人靠近看喔 這是鐘樓吧 七根墊鐘樓 有 這個縫隙裡面拍攝進去的就是 神庫神廚啊 因為現在 在維修 就是從這縫拍進去的 所以呢 還是有很多地方是 看不到的 像是這個 靠近北面的 這個是日潭公園的 季器庫 樂器庫 是不是 2015年的時候 都開始封了 現在都還沒 開放 讓大家進去 上面都長草了 這個 挺可惜的 現在到了這個位置是 巨福店 建宇明家境九年 這個牌子的話 非常古耶 這個牌子感覺很棒耶 這個牌子 然後呢 現在是 從 2019年的 6月30號 就 沒有讓進了 從這縫隙看進去 裡面還有衣服呢 還有 晾衣服呢 對不對 這邊是說 是 以前 祭典之前 換衣服 齁 齋戒 休息的地方 那 偏北面 就是 西側的一個拱門 也被這個 藍杆的圍起來 我感覺這應該也是 比較 老一點的一些古建築 啊 這個地方是天壇公園裡面 最高的叫做 清徽庭 然後呢 這個邊的周邊這些樹呢 因為都歷史悠久了嘛 所以呢 基本上呢 都把底下的這些 景 大家說 登高望遠嘛 對吧 還是呢 就把這些景都全都給擋住了 看不到 看不到任何的 關於這些古建築裡面的 挺可惜的 我是說可惜看不到 我不是說可惜樹長高 這邊是 應該是老建築 這邊還有那個 武吉獸 老建築上面還有這個 武吉獸 像是這個 這不是 齊鳳仙人嗎 齊鳳仙人 頭都不見了 這個也是 齊鳳仙人 頭不見了 好位目前 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呢 是在 日潭公園的 最高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青灰亭 呃 我想啊 在這個 最高的地方 往下走 這個過程當中 好為就 做一個總結吧 北京啊 有很多的 古建築 然後日潭公園呢 也是其中的一個 古建築 這些古建築 好為去了 算是也 不多 但是也不少 以前就會去 故宮博物院 對不對 去故宮博物院的時候呢 就 很多 都 看不到 嗯 然後像是這個 日潭公園的話呢 你如果是說 整個祭壇 看不見 就 算了 那很多 剛剛拍攝到 好多的一些 室內的那些建築 也都 進不去 那就 實際上 就 確實就變成一個 公園的啦 這些建築 進不去的話呢 就是一個 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之所以會這麼說 主要是跟自己的 心理上面的一個 落差吧 因為呢 很多人你去的一些 古建築 古遺跡的話呢 都是希望可以自己 進去裡面 感受 其實最主要就是用眼睛 跟那個 用這個 環境的氛圍去 用心的去感受它 這邊的話就比較可惜一點喔 來了這邊之後呢 就 我就看到那個 古樹那邊的時候 就心裡比較出動 再來 就是 在那個 祭壇外面 心裡比較出動 其他地方的話 跟我預期上的 還是有一點落差 因為 看不到嘛 那有可能啦 就是說等之後 都修好的這種情況的話呢 這個公園就要收費啦 呵 這我也不知道啦 那 呃 這條視頻的話 好會就簡單的 錄製到這邊 這個 日潭公園 是我目前為止 在 平日的 去的這些公園裡面呢 是一個 比較多人的一個公園 因為我去了好多個 像之前有去那個 團結湖嘛 對不對 有郊外的那些公園 在平日的 中午的這個時間點 公園裡面 基本上是沒人的 那我 進來之後呢 這裡面人也不少 可能是大家 就是 這附近有很多上班的 中午休息的時候 來這邊 呃 遛一遛之類的吧 好吧 那就 這樣子吧 那就 希望大家 住在這附近的 有空的話呢 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啊 不在北京這邊的小伙伴呢 好會也 盡可能的 用這個畫面 去簡單的 帶大家看一下 北京這邊 的一些 建築風格 或者是說 人物環境 是怎麼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每天見 拜拜 這裡面這個也是沒開的啊 都沒開這裡 剛剛帶大家看的那個 這個 青灰亭啊 這都是 好像是 1980年代之後的 建築吧 有 好 好 好 還有 感谢观看